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那我大陆现在的剧情已经更新到了魂师大赛 至于进了魂师大赛可以说是品质极高 除了五大元素学院都派出了天赋最强的弟子 还有黑马和史莱克战队的出现 就连五魂殿战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黄金一代 好在五魂殿战队只会在总决赛上场 如果在之前的比赛中 史莱克就遇上了五魂殿 使用八九要把底牌全部亮出来 还极有可能会受伤 于史莱克六名混宗的水平 可以说其他战队在史莱克面前 有只小菜一碟 比赛多久能赢 只要取决于史莱克要隐藏多少实力 史莱克目前为止主力队员就是唐三 在结束完预选赛后 唐三为了应对更为激烈的晋级比赛 加长了蓝银草的实力 结合了他们的赌攻和暗器 使用技巧 赋予了蓝银草武魂更强的攻击性 既要一心多用 又要面面俱斗 火山很难 在竞技比赛中 唐三还使出了诸多糖的绝学 仅神战打得特别精彩 但在与之火战队对决时 虽然成功击败了火舞伤在内的六名对手 但遭遇火舞的融环攻击 比唐三食然危机 火舞不仅在抗拒火环上有了提高 而且还展现出之前一直隐藏的融环天赋 威力特别大 火舞的融环魂技中伤了唐三 但是唐三不知道的是 火舞仅仅只是四环相容 就能产生如此威力 而拟风制 因为受到武魂的限制 只能修炼到七环 为了增强实力 拟风制也是学会了融环技巧 而拟风制的七环相容魂技 使得唐号都羡慕不已 毕竟对于七宝尤里塔这样的神机武魂 把所有威力给予一体 估计能够将一名魂宗辅助成封号都罗罗 唐号估计都不是对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